那沿线总共有大概有40多处的引导绳被蓄意的切断 引导绳是在引导民众走在互道的路径上面来防伴迷途的发生 那我们的引导绳都固定在两侧的树上 没有安全的疑虑 那在陡坡的地方呢 必要的时候民众可以补助攀爬 但是因为本案引导绳遭到不明人事蓄意切断 对于有迷途疑虑的地点 本处将尽数来进行修复 那东士林区管理处提醒游客 引导绳已经遭到破坏 请登山客户利用引导绳补助攀爬 以为登山安全 那本案呢 也请警方进行收正 那后续呢将以刑法第138条来进行侦办 第138条来进行侦办 八重 我不能够不得开